老者再次去康特妈妈家寻找孙子 老者认定就是康特妈妈偷走孩子 人生数十载 岁月蹉跎 多少往事如烟 心中藏着无数的无奈与心酸 谁人心中没有一段心酸的故事 谁人又无一丝未了的恩怨 大家好 我是阿妩 今天 康特与阿祖法和阿妩给粉丝们带来了福利 就是这款蜂蜜 优惠到今天就结束了 来自伊朗野生山蜜蜂采集的花粉制作而成 原本是九十九块一斤 现在阿祖法给姐姐阿姨们优惠 只要九十九块就可以买到四斤 一共四瓶蜂蜜 喜欢的去橱窗选购吧 我们接着上集继续看 昨日 老者与女儿四处寻觅孩子的踪迹 却一无所获 两人虽疲惫不堪 但未敢停歇 今晨 他们未进早餐便再次驾车出发 在他们启程后不久 康特曾尝试使用他人手机联系老者 却因电话未能接通而失败 或许是电量耗尽 或许是山中信号不足 康特也未能记下老者女儿的号码 导致老者对孙子被救的消息仍浑然不觉 两人继续忙碌地寻找孩子 车行不久后抵达山脚 此地有不少牧民聚居 他们刚走几步 便看到一家牧民在树下歇息 男主人殷商坐于轮椅 女主人正忙于点火煮水 似乎在此搭建帐篷暂居 老者上前问候男主人 并询问其事故原因 得知男主人在放牧时不慎跌落受伤 导致手脚骨折 只得在此等待康复后再继续迁徙 老者听后 对男主人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同情 老者和女儿在山脚下的牧民区继续他们的搜寻 老者向遇到的牧民展示孩子的照片 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个十个月大的外孙 他在不久前的一次砍柴中被歹徒掳走 牧民夫妇看了照片 表示遗憾 他们今天才刚到此地 未曾见过这个孩子 女主人建议老者去询问另一边的牧民 因为他们在此地居住已久 可能有更多的信息 女主人热心地带领老者和女儿前往对面的山坡 指向一个山洞 提到之前有位母亲和孩子在此 老者和女儿进入山洞 但并未发现任何与孩子有关的线索 他们感谢了牧民的帮助 然后驾车离开 继续他们的搜索 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位戴帽子的年轻人 老者停车向他展示了孩子的照片 年轻人表示歉意 他并未见过这个孩子 老者和女儿没有放弃 他们继续前行 来到了一片麦田 田里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大叔正在放羊 大叔注意到老者急切的神情 主动上前询问 老者再次展示孩子的照片 询问大叔是否见过这个孩子 大叔回答说 尽管他最近一直在附近放羊 但确实没有见过这个孩子 老者和女儿的搜寻还在继续 他们没有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尽管每次询问都以失望告终 他们知道 只有继续寻找 才有可能找到孩子的线索 从破晓十分开始 老者和女儿便踏上了寻找孩子的旅程 但直到现在 他们仍未获得任何线索 没有人声称见过这个孩子 老者思索后决定 再次拜访康特的母亲 希望他能透露孩子的踪迹 在老者心中 除了康特的母亲 他想不出还有谁会对他怀有敌意 虽然他曾怀疑过杰斯 但杰斯目前正被监禁 因此嫌疑最大的便是康特的母亲 老者打算向康特的母亲求情 表示只要他能提供孩子的下落 即便他承认与孩子的失踪有关 老者也愿意放弃追究 只求能找回孩子 经过近四十分钟的车程 老者和女儿到达了小屋 女儿下车后直接向母亲锁住的小屋走去 但当他正要掀开门帘时 却被母亲拦住 康特的母亲一看到老者和女儿 脸色立刻有喜悦转为阴沉 他质问他们为何再次造访 老者试图缓和气氛 向康特的母亲道歉 并表示愿意和解 承诺只要孩子能回来 他将不再追究任何责任 并保证不再干涉他家的事 然而 康特的母亲坚称自己无辜 他否认了所有指控 并要求老者和女儿提供证据 若真有关联 他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在一番争执后 康特的母亲愤怒地要求他们离开 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离开 他将不得不采取行动 老者和女儿无奈 只得再次失望地离开 继续他们的寻找之旅 尽管康特的母亲信誓旦旦地否认 与孩子的失踪有关 老者和他的女儿仍然怀疑他与此事有关 老者向他承诺 只要孩子能被归还 即使真是他所为 他也不会追究 面对老者和女儿的坚持和怀疑 康特的母亲感到愤怒 对他们大发雷霆 在强烈的思念和情绪驱使下 老者的女儿冲向康特的母亲 泪如雨下 同时痛斥他 要求他立刻归还自己的孩子 老者也警告康特的母亲 如果不交出他的孙子 他将不会手软 康特的母亲回应说 即使他知道孩子的下落 也不会透露 这句话激怒了老者 使他更加确信 康特的母亲与孩子的失踪有关 与此同时 康特实际上正和孩子在一起 并且他今天曾试图联系老者 但由于老者忙于寻找孩子 未能及时给手机充电 导致他错过了康特的两个电话 如果康特的母亲真的与孩子的失踪无关 那么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烦恼和愤怒 自康特离去 康特的母亲便在未享受过片刻安宁 老者曾因康特之事频频上门 现又因孙子失踪而不断来访 使得康特的母亲名声受损 他的言辞已无人怨信 他的脾气暴躁 常言即使知晓孩子的所在 也绝不透露 这句话被他多次重复 记得寻子心切的老者和女儿失去理智 不断要求他归还孩子 康特的母亲则回应 若他们能自行找到孩子 且与他有关 他愿意接受任何处置 经过一番争执 三人皆感疲惫 老者逐渐冷静 开始怀疑这位母亲或许真的不知情 老者心中充满疑惑 不解孩子怎会无迹可寻 自己又在何时何地得罪了人 康特的母亲态度略有软化 不再用言语激怒他们 而是劝他们去他处寻找 不要再来打扰 他坚称自己没有孩子的消息 并希望康特能出现在小屋中 然而康特正带着老者的孙子 寻找阿祖法母女 康特计划夜晚前往老者家 但能否顺利与老者相遇 仍是未知 视频最后 阿妩感谢大家的支持 蜂蜜在橱窗 喜欢的去看看吧